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子宫的异常的收缩 干脑 受精软的灼肠 从而影响受孕 这是第一 第二 子宫腺积症的患者 由于他的病灶导致的子宫增大 弓腔异常增大 月经血特别多 那么这种激素的稳暖也会影响怀孕 第三 由于子宫腺积症导致子宫异常增大 局部压迫疏软管 甚至于有些病灶就往往压迫在宿卵管开口的位置 从而影响了受精软 影响了精子 影响了卵子的输送的情况下 也会影响折床 受孕 所以说子宫腺积症事实上它对受孕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 他的病灶存在在子宫基层 但是又不影响宿卵管的走行 不太引起这个异常子宫出血的时候呢 这部分病人还是可以通过自己怀孕的 那如果是说出现了不孕的情况 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继续到医院救诊 让医生根据你的病情 制定出最佳的治疗方案 达到注运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